我让芒果姐给你当顾问 以后你再买衣服 你去找她 好不好 收费吗 你要是收费的话 免费 成交 你去给我拿一瓶啤酒去 您最近不是借酒了吗 我来喝一瓶压压经 那还是喝黄皮 白皮 小光 给马总来一杯白皮 好 雷总 还有我呢 给我来一杯马铃尼 好嘞 马铃尼 您不是不喝马铃尼吗 您平时也不喝白皮啊 我喝你的馅 你就得喝我的馅 你确实跟我过不去呢 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 这是河豆粉 补脑袋 这是西洋山 补气的 这是冬虫夏草 补神经衰弱的 不是 你刚才不是说 你的身体内已经有抗体了吗 有了 那你还补这些东西干嘛吃啊 这些啊 不是给我补的 是给你补的 我补什么补啊 我从来不吃这些玩意儿 你不是雅健康了吗 人家医生说了 雅健康就得用这些东西来补 你花这些冤枉钱干什么 这怎么叫冤枉钱呢 赶快把你那雅健康 给调理过来就好了 对对对 我能调理 我能调理 好了 这这玩意儿能退吗 不能 反正我也不吃 你 你就越老越不听话吧 我跟你说 你不吃 我吃 好吧 叮咚了 叮咚了 人家医生都说了 你还在里面嘀嘀咕咕 叮咚啊 还运航雅健康呢 来了 谁啊 你好 外师傅 上掌门了 里掌门做饭了没有 没有 最近呢 我们家有我掌勺 我的手艺您是知道的 那水平太低了 所以我们就不请你们 到我们家吃饭 不 不 那 那你做了没有 没有呢 太好了 太好了 没错就太好了 你们几个 一块上我们那儿去吃吧 就算给我们暖个锅 这么突然呢 一家人突然什么 礼貌尚进我都通知过了 理财有事来不了 你们赶紧准备准备 赶紧过来 我跟那个里长快上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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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听见没有 他们请咱们过去吃晚饭 不去 早就跟咱们说过了 三日为寝 梁日为觉 当日为滴入 她还滴入我 就是 不去 给谁冲人头 就是 那晚上 吃什么 我都小三十年 没动过锅 勺什么的了 反正今天礼貌不在家 咱俩呢 就凑合一下 我呢给你煮俩鸡蛋 熬一锅小米粥 然后呢 再切点咸菜丝 你这儿做的是早餐啊 吃饱不就行了吗 我听很多人 都是过我不识 你得让我先试一下吧 马上做大餐 我是做不了 那不用你做大餐 你就炒俩菜 一个圆豹里脊 一个炒土豆丝 圆水 土豆 里脊 那都现成的 我 我就配着喝杯酒 圆豹里脊问题不大 就是大伙颠大勺 我这手劲儿有 炒土豆丝 我炒不了啊 刀工不行啊 要不然 我给你改土豆块怎么样 也行 得嘞 李掌柜 我再给你炒盘花生米 你酒着喝酒吧 来 我给你炒酒吧 上午啊 别动了 别动了 咱们还是过去吃吧 你改足利了 还是为冒冒想着下 你看看就那么一墙之隔 他到了 咱们不到 让人看得不举气 有道理啊 走 你不怕他们低流了 就让他低流这一次 就这一次 就一次啊 非常欢迎大家 今天晚上光临次第 我和同志同志 就感到烈上生活呀 下面我不多说 这双三饼 大家可以边吃边听我说 吃 吃 吃 一 这桌菜呀 是我跟德智同志 在青岛的朋友 一位青岛的一级厨师 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这个房间 这个场地 也是他为我们准备的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人已走 有 潮一两啊 是吧 这是对我的工作 和人品的双重表彰 作为我的亲属 想必 你们也会感到 脸上很有光啊 有 有 有 二 这人生啊 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邻居 我跟德智同志 为什么没有到外面找房子呢 就是因为 怨亲不如敬礼 我们想跟亲家做邻居 我们想把两家人 变成一家人 我跟德智同志呢 明天一早就要回青岛 筹备婚礼了 那么我们的那个房间里啊 还有一些花花草草 需要照顾 这个 我希望 呃 山洪同志 帮助照顾一下 不知道山洪同志 方便不方便 嗯 这个呀 要看我的时间了 如果有时间呢 就可以 如果 好好好 那就是不方便了 那么我就请常有力同志 帮我们照顾了 好好好 来 我们共同举杯 祝我们家庭和睦 祖国畅生 嗯 李掌柜啊 多谢你啊 把这个 料酒带来了 吃这个山洞菜啊 我觉得配这个喜酒 是地道的 怕是酱香型的酒啊 口感柔 酒劲大 但是又不上头 喝这个酒我是服了 我这二位爸爸啊 都喜欢喝这喜酒 加上我和李财 以后咱一人四个 能喝到一块去 你不一样来好呢 妈 这不能找个保姆啊 你说我一听是投资人 还是一文化公司的老总 拿出这么多精力和时间 放在做家务上 不合适吧 生活面前 人人平等 不是说我有多高等 我是觉得 那不应该把我的时间 浪费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等毛毛怀孕了 咱家立刻找保姆 到时候 你就下岗了 那我要争分夺秒 可以的 你今天晚上不许刑房啊 为什么呀 你喝酒了 这你都知道啊 这你都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的 要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非 没味儿 妈妈 咱们住通州去吧 不去 太远 你爸那破坏症太吓人了 他一人住好去 不用换小谁破坏他 怎么了 在这儿亏待你了 做牛做马呀 我马杜禄原本早就摆脱掉 手工劳动的了 你说 马华腾在家会拖地吗 马云在家会拖地吗 我都成你们家杂工了 这叫分工 不叫杂工 妈做饭 你拖地 我洗碗 三千顶利呀 你要不想拖地 跟妈话也行 跟我话也行 做饭不熟悉 洗碗太油腻 我还是拖地吧 我说要找一小时 跟妈也不让 说非得等到你怀孕呢 我马得路 算是虎落平阳了 你骂我妈是狗呢 我就打一比方 我哪能骂咱妈呀 我敢吗我 再说了 现在拿人跟狗打比方 那是骂人吗 妈多喜欢狗啊 说真的 我在妈眼里啊 肯定没有呼噜的地位 那还有个说 就是我也不如呼噜 那是我买给妈的 那时候她还没跳街舞 空虚寂寞了 靠呼噜的陪伴 度过了艰难岁月 行了 别郁闷了 干点正事吧 啥正事啊 等等 妈不知道 这趟野寡 凭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 我喝酒了 你不是答应妈不喝了吗 今儿小白气着我了 我解救消愁 怎么了 我戴什么 她戴什么 我穿什么 她穿什么 我穿什么 她穿什么 好容易说服她 让她活住她自己 整一抱八户啊 你怎么说服她的 我就说以后你再买衣服 找你忙忙去 当她的着装顾问 她好歹是答应了 我凭什么给她当着装顾问啊 我忙得脚打后脑 少让我 你不伺候她 她就穿成我 你伺候不伺候 那你为什么不给她 当着装顾问啊 我有什么衣服 你最清楚了 你得帮我 要不然我没法出去见人 那 看你表现 什么表现 我今儿喝点酒啊 是 盛金 给你妈也约一 motive吧 等从清大办完婚礼回来再说吧 好 谢谢你啊 还给万事无约一疾疑 你能别跟我这么客气吗 你一客气我就觉得 你跟我特陌生 你最好啊 还是对我一致七十一点 你资料看得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录节目去 过两天录吧 你们录一期 嘉宾费是多少 还真没问 你不问他们也应该说呀 这事也不能 黑不提白不提了 你要是觉得 你跟安心这关系 不方便问的话 你可以让理财问呀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问 你要说不方便啊 理财这两天 才真是不方便的 理财怎么问 他妈约她见面 他妈不就在 李掌柜知不知道 这他可没说 李掌柜肯定是知道了 他这几天不对劲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事可千万不能 让万事务知道啊 理财什么反应 他拒绝了 那他妈是路过 还是常住啊 这重要吗 非常重要 李掌老师 我觉得我红不了 您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你喜欢唱歌吗 喜欢 那就唱吧 不要考虑红不红 只要你红红心中 有个蓝蓝的白云天就行 可是 我觉得您在考虑 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 我这人不考虑事睡不着 当然 我也没有为你特别考虑 娄草打兔子 烧带着的事 如果是烧带着 您就不会去找 绿云哥了 这你都知道了 我谁告诉你的 不可能啊 你又不认识罗刚薛 其实 你找了丽恩哥之后 他在经纪人来找过我 找你干吗 他说我不适合唱歌 愿意给我一笔钱 让我开一家淘宝店 后做点其他什么 臭美 你也没答应吧 我如果答应他 怎么还会跟你走在这里 不过我现在觉得 也许他说的是对的 我并不适合唱歌 我觉得你适合 好 跟你说说我的计划 本来我是想先推你 把你捧红 但看来现在得调个个儿呢 我会先红 当然 我是红过的人 我在围仪界其实已经红了 只是我的大众知名度 还没有打开 等我上了调解赛人组爆红以后 我就有更多推你的机会 和实力 我有霉运 我不想连累你 最近已经好多了 最近已经好多了 演出不再停电了 跟你走不再崴脚了 吃青豆不再崩崖了 走路也不撞电线杆子了 就连苏杰都敢跟你住一屋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正在转运 那我还应该继续唱吗 你必须唱下去啊 你妈妈还在天上看着你呢 你妈妈还在天上看着你呢 真羡慕你 能跟家人在一起 你知道吗 都有两个妈妈 我不知道 你见到的温师傅 是李茂的妈妈 我的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跟里长哥离婚了 去了美国 不过她最近又回了北京 你见到她了吗 还没有 她想见我 但我不知道开不该见她 见呀 为什么不见 亲人能见就要见呀 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还没有想好 我想见妈妈 见不到 你能见却不见 真像不你以后嫁你的姑娘 她会有两个妈妈 别人才不会像你这么想 可能会觉得是一个负担吧 或许我真因为这个 而找不到另一半 要是我不幸落单了 你恰好也落单了 不如嫁给我算了 你才老师 您别拿我开玩笑了 也不要拿 婚姻大事开玩笑 你干吗呢 我在向星星许愿 愿你妈妈能早日见到你 为什么不是许我早见到她呀 因为决定权在您这儿 愿望从来都是许被渴望的 那你再来 赶紧的呀你磨蹭什么呢 我怕跟小白撞山 笨哪 你想穿什么穿什么 穿好了给小白 拍个自拍不就行了 对 小白 我马上把我今天的穿着 我自拍给你啊 白总 这马总穿什么 还得向您汇报啊 马总见我最近穿得 总是很得体 向我取经了 你干吗换了 这身多撒 这 这身是推荐给马总的 我再换身别了 狭鹿相逢勇者胜 我跟小黄都支持你 跟马总正面PK 做人要厚道 我可不想把马总比起来 小红 小黄 来 过来给我长长眼 白总啊 有钱真是好啊 你瞧这衣服 这款式 这面料 这颜色 白总 这衣服别说穿您身上 穿谁身上她的布蝶饭 我跟小红啊 都心疼您这么花钱 您对您自己 可真是够破费的呀 我要是不对自己破费 我就是一身破绽 您都没破绽了 你还不赶紧创业啊 我跟小红还等着集体跳槽 到您这儿呢 创业这事 我还得问问我大哥 老家你大哥 不 是日不落集团 人称日不落 掌门人的刘一首刘大哥 他是我的创业顾问 怎么才来啊 我还早到五分钟呢 我妈习惯别人 早到半小时等着她 你还不可能 你脸咋白了 我刚才有点恐高 你要时刻学会战胜自我 我妈就喜欢高 喜欢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你看 我这身衣服行吗 我妈有时候喜欢端庄 有时候喜欢时尚 看心情 你怎么老不接我电话 这事以后再说 我们俩的事 你妈有什么意见 她进去不就知道了吗 妈 安心来了 请等一下 我正在跟纽约 开个电话会议呢 好 大不了呢 这儿我起 带着你这钥匙的事 我不能管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啊 刘律同志 我跟你说啊 你呢就隔三差五地 到房间里去看一看 看看那个暖气管道 露没有露水呀 哦 对了 那个角落里面 还有几喷小花 你帮我浇浇水 湿湿肥 真的没有别的事 不行 不行 我真抽不出时间 您看我每天 遛狗跳舞 买菜做饭 还有给幸福里社区的人民群众 主持公道 谋福利 我哪儿有时间啊 再说了 这事儿远近亲疏的 也轮不着我呀 你怎么不找外山红了 她不管是吧 找双 双拳不行 她吧 是个横草不动 树草不拿的主 上镜礼貌呀 是这么回事 我们这次回到青岛 就是要大力筹备 青岛的婚礼 等婚礼筹备好了以后 上镜和礼貌 自然是要回来的 所以呢 这件事情 我索性找一个闲人 把她负责起来 感觉您觉得 我是一闲人啊 现在觉得你不闲了 妈 安心 这是我妈 阿姨好 请不要叫我阿姨 叫我张小姐 外边的人都这么称呼我 张小姐好 请坐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跟对鞍 你怎么关系 樟袋 响 感谢观看 验收房子 现在 那 那我得通知毛毛和李茂他们啊 现在都 我妈的意思是不用通知了 为什么 安心 我认为他们不在的时候 去验收房子 结果会更真实 你觉得呢 可不是吗 一手 这 后面跟着我们的车是谁啊 集团品宣布跟部分媒体 新媒体和自媒体 张小姐 医生 我不知道几点能回来 我跟我们台里请个假 好 好 小白 这些都是你们马总的衣服鞋子 这些衣服鞋子什么的 你就别买了 一会儿我发到你微信上 供你及时避免 这些我都不能买 那我还有什么可以买了 毛毛姐和李茂姐 以后能多多指点 我指点不了 你毛毛姐是专家 苏杰也经常掏衣服啊 苏杰 她还顾怕在工薪阶层 理解不了我的精神需求 喂 范台长 我是安欣 我特别给你请个假 安欣 你打错了 我是李茂 范台长 今天医手啊 和他妈妈张小姐到北京来了 我带他们到郊区去晃一圈 特别给你请个假 你打错了 安欣 没错 您说得对 我们一定把这节目啊 充分准备了再录制 绝对不会出错 也绝对不能出错 谢谢您的关心 安欣打错了 她打给范台长 不知道为什么打我这儿来了 我跟她说你打错了 她还在说 她好像又是在跟我说话 她都是打给我的呀 怎么会打给你 她给我打电话了 赶紧把她来电 放一遍给我听听 你们同好还有录音啊 扔扔什么 我们谈业务 怕说不清楚 所以得有备份 范范 安欣正在共享位置 她正在出城 往别墅方向走 那她能是打错了吗 不是 我们必须在他们赶到之前 赶到那里 你 下去 立即让小夫把马走的车 开到门前 是是 得得得得嘞 你开还是我开 你开还是我开 都追不上了 只有一个人可以 你妈 这件衣服搭配的 多寒饭 不行 就觉得这袜子有点土 真是 不穿袜子可能会好一点 我这脸歪嘛 哪儿歪啊 喂 冒冒 哎 你说妈的脸歪吗 哎呦 妈 您别说这些了 您赶紧拿着您的驾驶证 现在就下楼 哎 哎呦 哎呦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真是 这孩子 喂 师傅 哎呦 您快着了 别在这儿四肢了 快点啊 干嘛呀这儿 上车你开 快速的啊 哦 什么事啊 哎呦 好嘞 一脚油的事 万一 辛苦 今儿就看您的了啊 出发 出大门左转 坐好了 嗯 安心 听说张修 是请的你的同学 是吧 嗯 对 为什么找他们呀 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是你的同学吧 哦 哦 那个 他们的人品 我比较了解 而且知根知底 作品我也看过 非常优秀 很好 希望他们的作品 配得上你的评价 这个社会 瑞布洛集团能屹立不倒 靠的就是实实在在 对 实实在在 啊 可不是吗 班师傅 咱们现在落后五点三公里 一点油门的事 万一啊 三元桥到四元桥方向有点堵 我建议啊 甭建议你就说大方向 大路小路 红绿灯摄像头 坑坑呐呐都在我脑子里 尽快上精神高速啊 得嘞 是 师傅 张小姐和刘总都睡着了 行驶慢点 注意安全 好嘞 我没有睡着 就是闭目眼隔身 四十五岁以前 从不睡午觉 四十五岁以后 不睡午觉 下午就罚 老了 没法跟你们比了 瞧你说的 六点四公里 六点四公里 啊 怎么还远了 他们在高速上 车速快 没关系 一脚油门的事 做好了啊 嗯 嗯 妈一定注意安全啊 值得了 退休前 妈年年是安全表明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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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clips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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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快点 人比人 气死人哪 德志啊 你说像我弄力这么强 退了 这对组织上不是一种孙氏吗 来 我感谢你说啊 别跟别人比 就跟自己比 到站 下车 到点 退位 叶星 我呀 先把我那个自传写好了 这样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嘛 对 是吧 大师傅 目标出现 知道了 我哄一点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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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线好 上线好 安心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们来验收房子 总会来得及 控制李鲍和毛毛他们的 你带我们看一下呢 巧了 李鲍和毛毛他们也来了 是吗 这么巧 对 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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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 你怎么来了 怎么来也不打什么招呼啊 哎 刘总好 安心这位是 这位是艺术的妈妈 张小姐 张小姐 您好 我是毛毛 新维城工作室的负责人 这是李鲍 我们工作室首席设计师 张小姐 您好 真没想到 你们今天会来 毛毛 要不咱们再安心 他们转转吧 好啊 好 张小姐 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这 不必介绍了 日不落集团的门店 工作场所都是我设计的 我在美国 欧洲的房子 也是我设计的 我略懂一点 那 那就真的是太好了 都是你一个人设计的吗 哦 前期的风格界定 是我和毛毛一块做的 细节部分主要由我来完成 工程的实施 由毛毛全权负责 毛毛本身也是设计师 只不过我们分工不同 他们大学是一个专业的 亲贵秘 对 亲贵秘 愿意到日不落集团 做设计师吗 如果愿意 也可以带上你这位 亲同学 条件待遇你随便提 哦 我们是创业公司 不会跳槽的 你们的愿景是什么 上市 嗯 祝你们成功 张小姐 听说日不落集团 也在计划上市 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现在啊 人人想上市 盲目得很 我们日不落集团呢 是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哦 具体的什么事情 以后你们约刘总 好好聊聊 好的 张小姐 请问这是刘一首先生 和安小姐的婚房吗 这小房子 是一手送给安心的聘礼 当然了 这也是婚房 一手在海外和上海 也都置办好了 婚礼呢 还是要在这儿举行的 希望各位都来捧场 张小姐 那我们去 还用包红包吗 不准包红包 只剩脸红包 青春她遇到的 秋风